大會主席韓國瑜院長 蕭美琴副總統 土榮泰院長 土阿盧戴斐力總理閣下將領 來自友邦和友好國家的親後團團長 還另外會賓現場以及收看電視和直播的國人同胞 大家好 今天我們齊聚一堂慶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一起為今天美麗的臺灣喝采 迎向明天更美好的臺灣 一百一十三年前 一群充滿理想抱負的人 揭竿起義 推翻定制 他們的夢想是建立一個民友民智民想的民主共和國 他們的理想是打造一個自由平等國外國度 然而民主的夢想曾經在熊熊戰鬥中被吞噬 自由的理想 常連在威權統治中被侵蝕 但是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七十五年前的古名頭戰役 六十六年前的八二三戰役 我們不分先來後到 不分族群你我 守住了臺灣金房 守住了中華民國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四十五年前的美麗島事件 以及前前後後一連串的民主運動 一批同樣懷有民主夢想 自由理想的人 無謂犧牲 前撲後去 用生命推開民主的大門 一百多年來 人民想要當家做主的願望 終於實現 各位國人同胞 中華民國曾經在國際社會被驅逐 但是臺灣人民從未自我放逐 臺灣人民在這塊土地上 舔手知足 但當我們的朋友 遭遇天災為難 面與 百年毫不遲疑 身手援助 臺灣Centure 不是口號 是臺灣人民愛好和平 與人為善的行動 過去 臺灣人民 用一顆回收 照片轉世來 開創臺灣的經濟成就 現在臺灣科技 運用一顆晶片 驅動全世界 成為繁榮發展的世界同盟 臺灣人民多元無懼 臺灣人民 臺灣人民勇敢無畏 臺灣的女兒 云立婷是世界全厚 十七歲的蔡允榮 用她沉穩的雙手 奪得世界第一的目光榮耀 二十歲的陳思源 傳承了父親的記憶 勇奪冷凍空調的世界冠軍 新一代臺灣製造的年輕人 再次擦亮臺灣製造 Mate in Taiwan的招牌 我要感謝一代又一代國人同胞 同舟共聚 風雨同行 現在 中華民國已經在臺灣金馬 落地生根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民族自由 在這塊土地上成長茁壯 中華民共和國無權代表臺灣 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 更要向全世界開支善業迎向未來 各位國人同胞 我們度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戰 中華民國始終屹立不搖 臺灣人民始終堅韌不移 我們深知彼此的立場有所不同 但始終願意崩擾彼此 我們深知彼此的意見有所起義 但始終願意攜手前進 從而鄰居成為今天 中華民國臺灣的樣化碼 身為總統 我的使命是維護國家生存發展 團結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 並且堅持國家主權 不容侵犯並昏 我的使命也是保護全體 國人生命財產安全 堅定落實 和平四大支柱行動方案 強化國防 跟民主國家肩並肩 共同發揮克服力量 靠實力 確保和平 讓世世代代 皆能安生立命 我的使命更是 照顧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的生活生計 積極發展經濟 擴大投資社會照顧 並且讓經濟發展的成功果實 和全民共享 然而 國家的挑戰未曾間斷 全球的挑戰也正是臺灣的挑戰 全球氣候變遷 衝擊世界的永續發展 突如其來的傳染病 衝擊全人類的健康和生命 而威權主義的擴張 也在在挑戰 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威脅我們得來不利的民主 自由的生物方式 因此 我在總統府成立了 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 健康臺灣推動委員會 以及全社會王位任性委員會 這三個委員會 緩緩相後 都和國家任性息息息相關 要打造更強烈的臺灣 積極應負挑戰 也加深臺灣和國際社會合作 我們要強化臺灣 因應極端氣候風險的調適機制 更會持續推動 第二次能源轉型 確保電力穩定工業 並透過發展多元綠能 深度節能 以及先進除能 來穩健邁向全球 2050近年轉型的目標 我們要有效防堵國際傳染力 並且提升國人的平均育命 降低不健康年數 以及落實健醫療平權 讓人民健康 讓國家更強 讓世界擁抱臺灣 我們更要提升國家整理的 國防 民生 災防 民主 四大半性 臺灣人民越團結 國家就更安定 臺灣社會準備越充足 國家就更安全 臺海也更和平穩定 臺灣有決心自力維護臺海的和平穩定 成就全球的安全和環環 也願意和中國共同意義氣候變遷 防堵環環環環 以及維護區域安全 追求和平共同 為兩岸人民帶來福祉 長期以來 世界各國支持中國 投資中國 以及協助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促進了中國的經濟發展 國力的提升 無非就是期待 中國一起為世界辦奉獻 對內很重視民生 對外維護和平 當前國際緊張情勢不斷升高 每日皆有無數的 無辜人民 死三名戰爭中 我們希望一代能夠發揮影響力 和世界各國共同努力 結束俄武戰爭和中東衝突 也和台灣一起 承擔國際競爭 對區域和全球的和平 安全與繁榮 做出貢獻 在國際情勢 越混亂的時代 台灣將更成為 成為區域和平穩定 與繁榮的力量 我相信 一個更強大的民主台灣 不只是2300萬人民的理想 也是國際社會的期待 我們會持續壯大台灣 推動跨領域的經濟發展 台灣的經濟實力 不是奇蹟 而是全體國人的共同黨 我們均衡台灣 包容成長的目標 把握世界趨勢的變化 繼續站穩 全球民主供應鏈的關鍵定位 未來 除了五加二產業創新 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之外 台灣的半導體 人工智慧 軍工安控 以及次世代通訊的五大細代產業 會更加鴻鴻發展 布局全球 我們同時會推動 中小危險企業的轉型發展 行銷全世界 各位輿論同胞 我們也會持續落實跨區域的均衡台灣 明年度的中央政府總預算 對於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補助款 以及普通統籌分貝稅 大幅增加八百九十五億元 總共達到七千兩百四十一億元 創下新高 同時在治水預算上 比今年度增加一百五十九億元 總共達到五百五十一億元 來協助全國各縣市 因應極端氣候的挑戰 我們也會加速提升全國陸廣的安全 打造以人為本的 我們要完善捷運網絡 串起北北基桃鎖生活圈 也要進行陶竹苗大細谷推動方案 打造串聯南北中部科技巨獲 啟動智慧科技大藍光產業生態器推動方案 我們也會加速推動東部交通路往安全 讓東部的鄉親有幹安全回家的道路 並且要加強離島地區的基礎建設 提升生活品質和觀光人面 各位不能同胞 我們更要落實跨世代的照顧人員 年輕的爸爸媽媽 我們會繼續推動 0到6歲國家172.0 並且更進步 我們已經增加多餘費用補助 也會提升幼兒園的服務品質 孩子是國家的未來 政府有責任幫幫忙照顧 各位年輕同學 我們會繼續落實高中時免學費 持續補助私立大專 校免學生的學費 更進一步 我們已經成立青年百億海外園夢季節 年輕朋友的夢想 政府有責任幫忙忙園夢 各位青壯年朋友 明年基本工資會再調升 租金補貼戶數也會再增加 我們會擴大社會投資 在生活工作居住健康 夫老稀有的變相 提供更多的支持 千萬年農友的家庭負擔 政府有責任幫忙減輕 全國的阿公阿嬤媽 每年台灣就要邁入超高營社會 我們會提早啟動長照三更年 逐步落實慢性兵防治的888計畫 我們也要成立百億癌症先兆基金 推動健康台灣生根計畫 並且強化社會安全化 加強弱勢照顧 以及弱勢對青壯四代等各階層的心理健康支持 來具體實踐全人全領全社會的照顧 我也深深知道 大家最在乎的是高房價的生活壓力 最深入痛絕的是詐騙痕跡 我要向國人承諾 辭聖團隊不會迴避這些問題 即便得罪特定團體 也在火不洗 我們會加強打炸的力道 加快打炒房的效率 我們會擴大租屋主的照顧 平衡萬屋主的需求 實現居住正義這條路 我們會一起走繼續走 今天陳水平前總統 蔡英文前總統 以及不同政黨的領袖 都來到現場 我要感謝各位的參與 這代表著國家一代又一代的實力聯繫 也代表著台灣多元民主的價值與意義 國家要團結 社會要安定 感謝近期韓國瑜院長和佛龍泰院長 開啟朝野的合作 將促成朝野黨團會商 民主國家的政黨 對內競爭 藉由競爭推動國家進步 對外團結 爭取國家利益 無論我們來自哪一個政黨 無論我們主張什麼政治理財 國家利益永遠高於政黨利益 政黨利益永遠不能夠凌駕人民的利益 因為這正是創建中華民主的先例 拋頭顱灑熱血所秉持的精神 這正是衝破危險的前輩 犧牲奮奉獻追求民主 所帶給我們一代又一代的啟示 也正因為如此 我們今天才會不分黨派 不分你我相聚於此 不論喜歡稱呼我們自己的國家 是中華民國 是台灣 還是中華民國台灣 我們都要有共同的信念 我們恨慰國家主權的決心不變 我們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現狀的努力不變 我們希望兩岸對等尊嚴 健康有序對話交流的承諾不變 我們世世代代守護民主自由生活方式 堅持不變 我相信 這是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共同夢想 也是台灣社會和國際社會共同的理想 台灣人民越堅持 全球民主就越堅持 全球民主就越堅持 台灣人民越堅韌 全球民主就越堅持 中華民國加油 台灣加油 共分彼此一起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